这位老婆今年七十五岁,记忆开始有衰退的迹象,慈心认识她已经有两年了,体谅老婆缓慢的说话方式,慈心总是细心聆听。 他讲的话,有时我们跟他讲这些,他会讲别的东西,会讲这很多以前的事给我们亲,只要我们耐心的亲他,给他也是一种安慰。 刚开始做家访的时候,对慈心和记忆来说,是一门新的学问,没有方法,脑袋一片空白,经过一次次的家访,观察,慢慢累积了宝贵的经验。 如今,他们可以和赵姑姑愉悦的互动,背后可说下一番的努力。 开始我们就是把这个孩子放在我们自己的家人身上,对外人来讲,以前我们就是没有家族职业,我们就是拿一些钱,付到这些钱就算了,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亲自本身去付出。 开始的时候,当然我也不会讲什么,去让人家有时陌生,又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人那些化成的,有时也不知道怎样讲。 但是现在也是还是不是很会讲,可是我是觉得只是有时默默听他们讲,还会更好。 也是也是给他们一些肢体医员啊,然后拍拍的肩帮啊,这样让他们安心,然后那时候我看作业师傅他们在辅导之后,我就会很注意的听咯,听他们怎样跟他们讲话。 用心聆听,细心体会,才能感受对方的心声,才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同时还能看见自己。 法在心中,意在行动中,每一次的加仿,慈心将心抵心,以一份尊重的心来对待照护护,这是一份禅情大爱。 因为我们以前我拜佛,我拜菩萨就一直想做是一个偶像嘛,或者是好像你做好事以后,你往生过后,你才是做菩萨的嘛,没有想到说,原来菩萨也来成就是我们在人间啊。 事业和置业并行,这样的生活方式,此今坚持了十多年,一路上有不少的挫折和委屈,幸好有加热陪伴和扶持,在此地路上走得并不孤单。 那妈妈常常说,哎呀,尽量做就好了啦,不用这么压力给自己啦,才会在旁边给我们支持啦。 有时她是做得好累,那么我是每次我鼓励她们,我也不能给她们推行,好像我们修行一定要受苦的嘛,没有苦哪里能够修行,好像壮士你要经过磨练了嘛,要经过磨才发亮嘛,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我们在慈祭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无常的嘛,我们已经有那种无常观了,也不知道说,不是说你老的你才能去嘛,对吗? 就想到现在能够做,开始做。 而且上人有个门,一句话叮咛,以前就说,我们的事业跟事业要两样拼行,要一起走嘛。 在地庄和慈心的访问内容当中,如果仔细留意,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一个字业,就是上人呼吁我们,上人叮咛我们。 我想这就是佛心思智的典范,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会回想起上人的音音叮咛,这样的信念,无形中给了她们远远不绝的力量。 这份的力量,也来自慈心的母亲,陈慈莉,家人的陪伴真的很重要,每一家人做慈祭,互相加油打起,真的是多生修懒的夫妻。 慈莉现在虽然已经八十高龄,但是她总是以一颗年轻的心来看世界,不被年龄所局限。 慈莉晚年依然为慈祭室付出,坚持亲自收取月娟善款。 为什么她那么坚持呢?就让我们继续收看,或许从她的身上,您会找到生命中的答案。 穿梭在房王的早逝里,慈莉阿嬷向月娟会员收取善款,脸上少不了的是一份亲切的笑容。 而她的身边还有慈心陪伴在旁。 这份的亲和礼,反染着身边每一个人,连平时看似严肃的咖啡店老板,也主动把散款交给慈莉阿嬷。 的确,不说真的看不出,慈莉阿嬷已经年近八十高龄,如今走动时偶尔会感到疼痛,但是她依然心里轻微收取善款,同时不忘分享慈祭。 向人讲,我们做委员的责任,就是要不发大招生。 神国不太,我国不太远。 他们讲,为什么你会拍谁呢? 我都没有骗人家。 我都没有骗他人了,我每个月都记得交易。 说欲均,看是简单,但真正并不容易。 虽然遇到的人形形色色,但慈莉阿嬷总是有办法让对方欢喜众福气的。 恳敬他,你是我恨你,很有福费心的啦,就是这样,称赞他嘛。 像各位卖鬼条红的,有些称赞他,我想说,哇,你啊,你这么忙,你的人又很,你庄严很可恶,这样称赞他咯。 真诚的互动,建立了一份难得的信任,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慈莉阿嬷够招募到上百位的均款会员。 师傅,在这里已经,小餐啊,都在旁边,为什么你还要先持续? 哎呀,一定要做的,一定要做的,上人讲来不及了,赶快做,因为需要这些上狂去帮助人嘛,帮助那些港恩父嘛。 有他们有心,有钱我就很高兴了咯。 你能自己做,赶快做啊,好。 为什么啊? 哎呀,自己做,自己得嘛。 体悟生命短暂,年轻时的陈慈莉已经懂得为善竞争。 除了乐丧好施,慈莉更积极到许多佛教道场付出。 慈莉阿嬷和慈祭的缘,似乎早已注定。 在一趟的寻根之旅后,慈莉依然决定一门深入,跟随上人羞恥声。 我听到上人讲一次,条条大路通常看,你人生不是很长,你不要往来往去,你往来往去,走几趟啊,没有了,你那条路就走不到了,因为你时间不够嘛。 的确,时间不够,人生却有太多的选择。 那么,唯有一门深入,才能让心灵找到皈依处,才能让人生找到正确的方向。 手中翻开密密麻麻的笔记,一番思绪涌上心头。 这,就是单人回台寻根时留下的自己。 自己中,有声音,有画面,可有感动的回忆。 我第一次回去台湾行根,第一次回去见到上人。 因为上人的大爱,上人的慈悲,大爱,感动我。 上人有一句话跟我,我听得很深刻,上人讲你们回去,你们要自己煮,才像一个家的温馨。 家,能为人带来温暖,是心灵的坤鼠。 紧记上人的叮咬,陈慈力回来后,发心担任香机组。 每次活动无怨无悔,虽然一切从零开始,但唯有走不可难,才能在葡萄道上走得更踏实,更稳固。 对,什么是自己做的,那时候我也是有历史多数人。 这个演技就是我做的,让你去退休吗? 没有,我没有退休,真的做得很累,好像去做那个对付啊,很辛苦,可是觉得,应该啊,我们还是有一个演技。 如今,慈力阿嬷除了坚持收月娟,还有另一个坚持,就是每天诵金,这是她天天的顾客。 紧跟上人的呼吁,重蹈期受练大悲咒,十小咒,如今,慈力已经开始背诵水碳经文,让法洗涤内心。 我一定要做的,这是我们的功课嘛,知道苦嘛,人生多么苦,你还不修啊,更待何时啊,是吗?更待何时修此生。 慈力的身教,深深影响了孩子们,也成为了家里的店饭。 有时看到妈妈,她都这么老了,比我们老了,她还是每次说,要尽量出来做,能够做就要做,身体只有使用钱,没有所有钱,这样啊,当上讲啊,也鼓励到我们啊,我们现在不做啊,更待何时啊。 所以影响到我们啊,要把一家人一起来做啊,也真的是越做越高兴啦,真的。 十八年,一晃而过,一家人互相扶持,走到现在,尽管勿患心仪,唯一不变的,是他们跟随上人的坚定一面心。 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做得更紧张,还有就是希望能够接引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自己的事业。 我的取试就是我希望啊,我发愿不要深深,尽世跟随上人،尽我所能,在我有生之年,好好发挥我的良知、良人。 这样才是能够对峙起我们的死亡,也能够对峙起自己。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人身材比较有价值。 我就希望我,现在的年纪是可以说很老了,只是我发愿我能够神经健康更多, 能够做到最后一天 能够介绍更多的人来做自己 发愿度更多的人来参加自己 心贴心的靠近 胜过有形的距离 双手合十 以一颗恭敬的心 明疗上人 就是身真事实 追随的恩师 为佛教 为众生 正眼上人把握了应顺导师一秒钟的话 奉行一辈子 而这一家人也把握一秒钟的信念 无所求的行在菩萨道上 如果您也在茫茫大海中 寻找生命的价值何在 我们能告诉您的事 只要对的是正向的道路 单纯的信念 再困难的事也要坚持 就像故事里的三位志工一样 不管世界如何变迁 千万别忘记 当初那一念 单纯为人服务的心 就算是一个平凡的人 也能为付出 而缔造更有价值的人生 感恩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上便没有什么值得计较 明镜与点点栏目